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将一起深入探讨习近平如何通过清洗解放军来削弱其政治影响力 自去年国防部长被解雇以来 至少有9名将军和多名军工企业高管被免职 这一清洗行动显示了习近平对打击腐败和加强军队控制的决心 习近平在最近的讲话中要求高级干部放下威望 揭露缺点并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以解决根本问题 2015年习近平开始了一项重大军事改革 重组解放军以提升其作战能力 然而这些改革并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 去年发生的气球事件引发了战略火箭设备运行不良的调查 导致多名高层官员被解职 习近平试图通过进一步的清洗和重组来巩固其对解放军的控制 并在即将到来的党全会前展示其影响力 在乌克兰战争和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 中国需要为可能的冲突做好准备 这次会议可能标志着更广泛的政治和军事变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习近平的清洗血减了解放军的政治影响力 三中全会值得关注 因为习下令黄童放下威望 暴露缺点 弗朗切斯科细细 在去年国防部长被解雇后 至少有九名将军和几名军工企业高管被解雇 曾经是中国政治造亡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再次遭到清洗 习近平主席誓言要丰富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工具箱 加强对高级干部的监督 习在中国国家电视台6月19日的讲话中说 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团结一致 勇于放下威望 揭露自己的缺点 他们必须深刻地自我反省 要认真整改 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 2015年 习上台后不久 启动了一项重大改革 重组了解放军 以加强其作战能力 指挥系统被扁平化和重组 赋予党更多的控制权 军区的数量 解放军对中国的指挥权划分 从7个减少到5个战区司令部 共同统治地面 海军 空军和火箭部队 这一变化旨在将作战概念 从主要面向地面的防御转变为机动 协调的运动 从而增强进攻性空中和海上能力 部队被解散和重新集结 士兵 士官和军官分散在各处 以打破指挥链中的终成环节 加强解放军对其最高领导层的依赖 然而 这种重组似乎并不理想 有传言说 去年在一次观测气球爆炸后 启动的一项调查发现 许多战略火箭设备 都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 或者根本无法正常工作 2023年初 有人观察到一个中国间谍气球 漂浮在美军基地上空 在美国引起了人们对中国 可能突然袭击的巨大警报 由于这一事件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取消了对北京的访问计划 中国最初低估了这一警报 后来开始调查 可能导致外交部长秦刚和国防部长 李尚服被解职 6月19日结束的为其三天的会议 是自2014年以来的首次此类会议 当时袭在1929年12月会议周年纪念日 在古田举行了军事政治工作会议 该会议巩固了毛队解放军前身红军的控制 毛队红军的权力导致 他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控制了党 与苏联不同 中国共产党主要是军队的衍生产品 苏联在莫斯科掌权 然后不得不组建一支军队来对抗沙皇的忠诚者 中国共产党在城市起义中失败了 不得不从农村争取权利 2014年的会议为2015年的军事改革提供了第一个框架 在这方面 过去的党与解放军关系有相似之处 也有不同之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解放军主要受到保护 免受毛的政治动荡 虽然大多数文职官员受到清洗和惩罚 但军队却没有 几十年来 他一直是中国政治的造王者 军方首脑叶剑英元帅在毛死后 于1976年策划了逮捕激进四人帮的政变 这为邓小平重新掌权铺平了道路 改革失败 2015年解放军的改组 与一些改革者将领的计划是一致的 军队放弃了原来的政治权利 以换取向现代 随时准备战斗的机构的变革 这也意味着改变党军关系 习近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委员会主席 他的第一份公开职业是担任军事情报局局长耿彪的助理 也是他父亲时任国防部长习忠勋的密友 最近的清洗表明 改革没有按预期进行 尽管如此 去年的解雇和这次会议表明料洗对军方的影响力 他们都是在没有任何公开抱怨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可能表明 习已经成功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 第一位让党控制军队的领导人 扭转了历史态势 即便如此 解放军仍然负有政治职责 军队的职责也覆盖整个中国领土 分为五个与现有省份的地理不重合的区域 与民政管理一起提供了额外的政治凝聚力 而且 习是坐在军委 党和文官政府最高层的人 从理论上讲 这允许他在必要时让军队对抗党或党对抗军队 因此 一种新的权力结构似乎出现了 其中习是将整个架构维系在一起的唯一关键 同样重要的是 这次会议是在7月拖延已久的党的全会开幕前几天举行的 有传言说 这次三中全会以经济改革为中心 但鉴于军事会议 它可能具有更大的意义 乌克兰广泛而残酷的战争 以及日益加剧的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与美国的紧张局势 可能给中国敲响了警钟 表明冲突可能不远了 北京应该做好准备 冲突可能会完全或部分扰乱中国对7国集团 G7国家的出口 而这些出口现在是中国的大部分顺差 从而影响其庞大的中产阶级 乌克兰的战斗也显示了混合战争的新重要性 宣传 间谍活动和发射大炮都是一个计划的一部分 自与越南的冲突结束以来 解放军已经45年没有打过仗了 新任国防部长董军来自海军 由于海军在南中国海执行全球任务和巡逻任务 海军视为一具有丰富现役经验的解放军军种 弗朗切斯科 西西 Francesco Sissai 是一位在亚洲拥有30多年经验的政治分析家和评论员 是最初发表本文的阿皮亚研究所 阿皮亚Institute 的主任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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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